雪隆分会举办慈善苏宴 为吉隆坡慈基国际学校 宠慕建校基金 宴会上 花莲慈大副中学生的表演 应证孩子长期接受 人文教育熏陶的学习成果 我觉得今天呢 其实一方面是感动到 这么多人在马来西亚 这么多有心的慈善家 他因为有这样的一所学校 一起固执 大家把爱心 散心 散知识聚在一起 办学校呢 当然成绩非常重要 那更重要的是 以品德为核心 以前人为主作 那这样办学校 如果把品德做好的话呢 那其他就变得特别容易了 学生有好的品德 那自然而然他会 会很用心的学习 办这所学校就好像 你孩子是一个门队照 量他们的前途 然后在文文教育方面 很感谢 曾经有这样的学校 给孩子 一个成长 然后很好的一个环境 给他们培养这样的文文修建 教育是净化人心的根源 期许慈祭全人教育 孕育出更多善的种子 为社会带来希望 大新闻真善美之工 马来西亚综合报导